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处生猪养殖基地 由于采用将生猪养殖在高楼里的模式 被称为二师兄公寓 这就是广东省作为建设现代农业范本的金农基地 近日基地也迎来一批访客 由来自台湾和大陆的两岸青年组成的访团 走进了这个二师兄公寓 据介绍 基地于2020年动工 计划年初篮30万头商品株 基地采用楼房集约化养殖模式 共建设四栋保育肥楼 每栋八层 两栋母猪楼 每栋七层 基地也配备了多项高科技技术 尽管由于防疫要求 参观者无法近距离接触养殖场的内部情况 但可以通过多角度的监控摄像头 清晰看到各个区域的生猪实施养殖情况 随着近期农龄22条的出台 许多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都备受鼓舞 两岸青创孵化气联盟主席陈宏杰 也是其中之一 正是他组织起了这次的交流团 希望两岸青年可以有更多的产业交流和对接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在广东这边的这些 设农的这些台商台青 他们能跟在地的这些大陆的这些产业 可以做比较深度的交流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两岸各有它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这次组织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说 两岸的优势怎么去互补 然后中央出台的农龄22条 我们怎么一起去参与其中 另一位台湾青年苏世兰 作为台湾青年联合会农创中心的主任 更是带着自己的创向来到现场 她在交流会上介绍 希望凭借艺术设计和品牌策划的能力 和大陆农业产业有更多的合作 最主要是希望说透过交流 把我们农创中心可以提供的服务 带进来跟我们真诚智能养猪的项目 去做一个合作交流的一个前期拜访 例如田园综合体的一个设计规划 还有就是农产品所需要的 譬如说它的品牌策划 还有就是包装设计的一些农产品的设计规划 这部分都是我们青年联合会农创中心 可以提供的服务 而参与了本次交流的大陆代表 也在活动中感悟到 农业和农民这两个概念 在两岸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般人认为农业是又苦又累 可是我们发觉的就有些台湾年轻人 从台湾过来在咱们大陆来 从事农业方面的高科技方面的创业 投资还有做一种尝试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趋势 也是相互之间交融 台湾青年表示 来到养殖基地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参观 两岸青年可以相互了解交流学习 并由此出发寻求更多的合作发展 有了农临22条等一系列政策 已经在大陆打拼的台湾青年 可以做出成绩 可以成为后来者的领路人 未来如果台湾那边有青年 或者是有农民想要过来大陆去做发展的话呢 相信在农临22条的这一个政策支持之下 那加上我们提供在地的一个就业资讯的服务 那相信很多台湾青年能够会有机会呢 来这边去做很好的落地对接跟发展 我们在大陆的台商台青 我们发展的好 相信可以引领更多的台青看得到 那我们要做的好的前提 一定是要跟大陆的在地的这些企业 来做这个深度的交流 对 有交流才有进步 才有融合的可能性 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说在农临22条的基础上面的话 真的能促进两岸的这个青年 两岸的这个农业可以往更深层次的这个合作去发展